因為一般的薯餅是炸的嘛 它吸的滿滿油 那我的薯餅呢 是用XX煎的 啊 你這個心機鬼 是不是心機 你還有心機 對對對 你怎麼比我們女人心機還多啊 還有一個XX 孩子的消化 都很重要 你端上去好像都跟大家端出來一樣 可是其實你裡面隱藏那麼多 爸媽的心機你的愛 對 歡迎收看春遊好時光 我是主持人思佳 先來看一下這個場景 背後的餐車 大家就知道今天我們要大飽口福了 而且今天的節目內容非常的豐富呢 我們要送上最熱騰騰的 療育系特餐 以及新手爸媽們 我們要怎麼樣讓小孩子吃得健康之外呢 還要教他們一些日常的禮儀 只要購買本次活動的主題選品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獨家贈品之外呢 還有機會可以抽 美國戶外潮牌 PO了價值超過三萬八千元的 豪華露營裝備 是不是很想要呢 而且呢 你只要買越多 就會得到越多的贈品 中獎機率也會越大 那麼今天除了私家之外呢 到底還有誰 哪些特別來賓 要來跟我們一起好好的討論 今天的主題呢 首先歡迎第一位 這一位 我不能沒有他 因為他是吃貨 而且吃得健不健康 小孩該不該吃 這樣吃對嗎 可以嗎 我們一定要問他 來歡迎我們的明星營養師 麗婉萍小姐 我是婉萍營養師 非常開心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我一邊是營養師 一邊是三個孩子的媽 那相信今天其實有 家長有很多的一些營養問題呢 我都非常歡迎在線上 跟大家來分享一些營養的小知識 不只以過來人的身份 同時以營養師的身份 一起為大家加持 太棒了 除了營養師之外 接下來的這一位 請他收下我的Respect 我對他 深深的尊敬 他好厲害 好有愛 是人人都想要的一個神隊友 因為他除了是 孩子王的代表之外呢 還要處理一大堆 不愛吃飯的小搗蛋們 他們都不好好的 瓜瓜聽話 到底要怎麼樣 可以吃的健康 還可以玩的健康 讓我們歡迎 蜈蚣廚房的 吳宗錦爸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吳宗錦 我也是蜈蚣廚房的創辦人 你可以叫我蜈蚣 那我也是一個就是 兩歲十個月的男寶爸 哎呀 最難帶的時候 最最最 最活力充沛的時候 對沒有錯 開始會頂嘴的時候 是 沒有一路都會頂嘴 真的嗎 不同程度 那我曾經是一位這個研究人員 那我也是吃貨 哦 那我也有料理魂 所以創辦蜈蚣廚房 這個頻道的目的 是在於就是 我想透過我的專業 是 跟我的料理魂結合 哎呀 然後還可以讓小孩吃的開心 太太又可以解放雙手 對 太棒了 這個這個概念延伸出去 是 然後我們 我們能提供什麼 美味又健康的料理 能不能幫我先生上個課 我也想要開心一下 啊 既然是這樣 我們剛剛有講嘛 今天就是吃貨的主要 我本身也是個吃貨 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歡吃美食的 你看我們桌上的這一些 那我想請問一下 婉萍營養師 我先跟你報告一下 我今天早上的早餐 我先自首一下 非常的不健康 OK 紅茶我有去冰 我喝中溫紅 七分糖 吐司有美乃滋之外 我 有加一顆蛋 很棒啊 有蛋白質 但是有一片火腿 OK 然後我還吃了一份炸雞塊 Felker 你的胃口非常的好 你去早餐店買不就是這些東西嗎 而且你跟他說去糖 然後他也會看你一眼 就想說怎麼可能 對 對 然後我們頂多喝無糖豆漿 好 不然我們營養點嘛 對 全脂鮮奶 不錯啊 很棒啊 還有豐富的鈣質啊 讓你的情緒可以穩定一點 這都不是很穩定 我可能要喝一瓶 可是我覺得就是 不然就早上可能我們吃撒的啊 但我一定會淋一些什麼 千島醬 和紅醬汁 要不然吃不下去嘛 我們要辦法乾吃這一切 有些人其實 炸的東西多的時候就會上火發炎 一大早如果就這樣吃 有點可怕對不對 對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 因為維生素C 是就是比較幫助我們身體的一個代謝 所以搭配一些維生素C高的水果 做搭配很重要 果汁 你知道有的時候 那個某些素食店 然後他們會賣那個柳橙汁 那可以嗎 但是因為你知道那個柳橙汁 因為它已經不是現炸 所以那個C也就 還原果汁也不行 它裡面都會說它有5%鮮果汁 這也不行 所以它是有果汁的糖分 但是它已經沒有果汁的纖維 也沒有果汁裡頭 應該要有的天然的維生素C 這樣子 所以我早上就是要有一杯鮮果汁 要嘛就要自己手工自己打 不然就是要想辦法去買到一杯 現炸的鮮果汁 沒錯 如果說我早上就想吃一些澱粉類 好 我先承認喔 因為我台中人 我早上都吃米糕 對 台中比較好吃 就是我們很喜歡吃 是不是 沒錯 米糕柴魚糕湯 然後不然我們就會吃滷肉飯 豬血湯 我們基本上的早餐都很澎湃 所以我剛來台北的時候都哭了 因為只有吐司 基本上就是我很喜歡吃澱粉 可是是不是攝取過多的澱粉 其實對身體來講 是一個比較大的負擔 對 應該是說 我們有時候像剛才你說的 比如說像這邊好了 草莓醬吐司 其實很多小朋友的早餐 喜歡的巧克力吐司 就厚片吐司 是啊 對 這些其實都是 所謂的精緻的澱粉 那這些太多的精緻澱粉 然後再加上 如果我們的蛋白質 尤其要提醒喔 因為小朋友成長裡頭 就是有一個礦物質很重要 叫做礦物質心 心 對 像海鮮類的東西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一整天裡頭 雖然我們是在海島的國家 但是我們不一定每天都會吃得到 這個還有豐富的海鮮類的東西 海鮮 你就是說像魚啊什麼的這些 對 魚啊 蝦這些都會有礦物質心 可是我問你有一小朋友對海鮮會比較過敏 過敏 對不對 那他有什麼方式可以再去補充 好 問得非常好 有些小朋友對於海鮮會過敏喔 其實像我們就分有些人是 這個豬肉裡頭 他其實也是有的 豬肉裡頭也有 不過好像沒有看到水果耶 吳爸爸你終於出生了 是不是 對啊 你是不是對於這一盤非常的不滿意 沒錯 這一盤會在你家出現嗎 欸 比較難 很難 就是只要有你長廚的那一天 這一盤就不可能出現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你小孩大吼大叫說 爸爸我就在吃草莓醬吐司 你會讓他吃嗎 我會讓他吃一點點 就像您一樣 像我這樣對不對 所以剛剛 像你剛剛就講 所以你很注重水果這件事情對不對 對 所以你早上你們家小朋友 早餐就會有水果 一定有 而且我都會讓準備兩種或三種顏色 所以你是天天五蘇果的人 對 沒有錯 真的 真厲害 人生真的有人在貫徹這件事情 真的 你看到西勇都保育類的 我覺得你是 知道嗎 有點 台灣藍雀 台灣藍雀 那你都準備什麼水果 對啊 你們早上都吃什麼水果 我最近就是 我都找到中西耶 草莓嗎 草莓 還有最近有一個叫奇異果寶寶 小顆的奇異果 你說那個比較小一點 但它不會比較酸嗎 不會 超好吃的 我等一下去試試看 奇異果寶寶 奇異果寶寶 Baby Kiwi 就對了 我最近就準備 今天就準備草莓跟奇異果寶寶 很棒 等一下我們就有厲害的可以看 可是 我必須要講的就是說 因為剛剛營養師你有提到 其實我們有個營養三要素對不對 對 你可以再幫我們重複一下嗎 因為我打算等一下要來問問題啦 對 其實今天跟大家來分享喔 就是像這個 吳爸他準備的這個 就是所謂的草莓啊奇異果 其實都含有個很重要的一個營養素 叫做維生素C 那維生素C呢 它其實對我們的這個身體的健康 就是一個必須性的營養素 是 就是你有吃 你才會有這個營養素 還要想想 平常營養師都會說 什麼柳丁橘子奇異果拔辣有沒有 我們會特別講就是因為它真的 維生素C比較高 喔 所以從他們去補充 我們比較有機會可以達標的意思 沒錯 那像剛才也說 像早餐裡頭 比如說會吃到這個火腿對不對 那提醒大家 因為有時候加工品吃比較多 是 像這個培根啊香腸啊 或者是火腿 它會增加我們的大腸癌發生率 好 但還好我們這邊有搭配了這個生菜沙拉 生菜沙拉 對 所以有膳食纖維 能不能加醬汁 欸 就是小朋友比較不建議加太多 是 因為相對就是希望它的口感 比較少一點 如果想減肥的人也不建議加太多 早上吃越險 下午就會容易吃越多 就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對 那因為為什麼就是說 一定要搭配一些這個纖維 它可以幫助我們消化到的健康 對 才會長出我們腸道的這個好的 好菌 對 所以益生菌也是很重要的 沒錯 因為我們要吸收好 營養給的好 如果吸收不好其實也沒有用 沒錯 所以我覺得其實像剛剛妳講的那個三要素 就是成為小朋友其實最有力的後盾 沒錯 其實大人如果說我們從日常生活中 我們以身作則 好像對小朋友而言好像也OK對不對 吳爸爸 如果眼前的J盤你打一個大叉叉 那麼我倒要看看 你蜈蚣廚房端出什麼厲害的料理 會讓挑剔的孩子們 竟然會可以乖乖的吃飯 OK OK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上菜好不好 各位 蜈蚣廚房上菜了 耶 耶 這你自己做的 沒錯 親手 親手 不相信 親手可以做錯這個 我們是餐廳等級的料理嗎 這到妳自己捏這樣子 白盤也是妳來嗎 白盤也是 這該不會是妳從家裡面帶來的 沒有錯 這是現成的餅皮吧 不是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因為太神隊友了 怎麼可能 所以妳每一天三餐 妳都可以這樣的等級 沒有到三餐 但是我至少有一餐到兩餐 我一直很堅持 我覺得三餐當中 至少有一餐 妳要自己準備 哇 所以這會是 午餐或晚餐之類的 這個是點心 點心啊 這個是早餐的一個配菜 一個主食 來這一道的名稱是 這個叫 優蛋白起司薯餅 好 那妳就說 為什麼會跟剛才那個 薯餅剛剛不是營養師說了嗎 對 有炸的東西 沒有錯 你犯規喔 我告訴妳有兩個新機在妳店 請說 第一個呢 因為一般的薯餅是炸的嘛 它吸了滿滿的油 那我的薯餅呢 是用橄欖油煎的 你這個新機鬼 是不是 所以就可以吃到健康嘛 橄欖油 沒錯 對 而且我又把它就是 拌油煎 拌油炸的方式 所以就是用半煎炸 所以它一樣有這個酥脆的口感 超棒 但是它健康 超健康 而且其實適當吃一些健康的油 對腸道是好的 沒錯 因為它同時放的是馬鈴薯嘛 對不對 其實馬鈴薯 因為它含有的纖維值是高的 只是因為平常我們用炸的 相對就會比較沒有那麼的健康 那如果用橄欖油去煎 我們一樣把馬鈴薯的纖維吃進去 其實一樣對我們燒化道是有幫助的 所以其實本身食材它並沒有錯 是我們的烘調方式出了問題 沒錯 對 斯嘉很聰明喔 對不對 所以馬鈴薯它沒有醉啊 只是我們不應該用炸的 尤其要給小朋友吃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有可能我們在外面買的一些 它可能油也有問題 對 因為不好的油 其實就會造成一些發炎反應 譬如說像有些人皮膚就是會癢啊 或是有一些紅啊 腫啊 所以其實吃好油 其實也會對我們整體 這個所謂的發炎反應都會有影響到這樣子 因為我鄰居的朋友 每天就會去巷口買一片炸雞排 然後他的體重就從小一到小三 一路飆升 他就會因為現在小孩子很喜歡吃炸的東西 對 太多 熱量太多了 對不對 所以自己炸 那請問一下你從備料到做完這一道 大概需要多久的時間 這很快啊 十分鐘就搞定 十分鐘 真的 這超快的 你說這樣子處理完 然後這樣橄欖油煎到吃 洗鍋 是 十分鐘 對 你要看我的五公廚房直播 你就知道多簡單 五公廚房 然後還有第二個 還有第二個 第二個 小心機 什麼心機 好 OK 因為一般馬鈴薯就是以澱粉為主 對不對 那你知道嗎 小朋友是這樣子 他們選擇食物啊 都絕對是澱粉優先 澱粉先決 對 麵啊 土司啊 麵包 對 超啊 你不用不用叫他吃 他絕對自己就會吃 沒錯 他會跟你說他要吃小餐餅 還有奶油口味 對 沒有錯 那第二個 他才會選擇蛋白質類的 像肉啊 魚啊 他可能有些人就不吃了 沒錯 那最後才是這個蔬菜水果類嘛 對不對 更少人吃 那我告訴你喔 這裡面加了什麼 這裡面 因為馬鈴薯都是澱粉為主 對 那我還特別加了我們的 所以有完整的優質蛋白質在裡面 你放了優質蛋白質 我完全看不出來對不對 我看不出來 他看起來就是馬鈴薯啊 滿滿的營養 你每天都要對你的孩子 真的 放一些神秘的食材在裡頭 他都不知道 他以為他吃的只是一個普通的薯餅 殊不知沒有爸爸滿滿的愛 對 而且我告訴你 優蛋白我不只會加在薯餅裡面 還會加到很多的料理裡面 對 因為像我們常會做料理會用勾芡 那我就用優蛋白來取代這個勾芡的薑粉 或是酥炸的粉 那你試試第一個 你就不用吃那麼多澱粉 第二個呢 你升糖又是指數又是比較低的 是 對 然後第三個呢 你又可以吃到蛋白質 所以你是口感不打折 對 但是你健康加分 沒有錯 營養好心機 對 因為我總是覺得 對 因為我總是覺得美味跟健康 我們好像只能二折一 感覺健康料理都是給一些 沒有味覺的人在吃的 今天聽起來好像 這個很可以喔 你趕快把這個食譜Pass給我 好 沒有問題 我回到街好好試做一下 但是除了這樣 我們除了吃之外 總要喝一些吧 對 剛剛營養師有說啊 鮮果汁 維生素C 請問你這一杯有嗎 OK 我告訴你 這個是火果魚它的鮮飲 這是我餐後 我都會給我小朋友喝 那常常有時候我會給他喝 那這個有三種口味 三種口味 你今天看到這個是真櫻桃 也是我兒子最愛的 櫻桃 我先喝一口吃 好不好喝很重要 我們先來喝喝看 超好喝 因為小孩子要喝啊 好好喝喔 是不是 滿滿的櫻桃香 這健康嗎 超棒 這可以嗎 可以 這沒有任何的 這有甜我喜歡耶 口感和營養都堅固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補充到維生素 然後還有一些植物營養素在 就比你喝像是奶茶 或者是紅茶 當早餐會來得更健康 我早上喝這個我會覺得很開心 我會開心一整天 我會覺得人生很療癒 對就是如果說 因為小朋友說真的很喜歡喝飲料 對嘛 那總是要選擇一個比較健康 或是真的是有健康的飲料給他們 會更適合這樣 而且你把這個給小孩 他絕對不會拒絕啊 超愛 這個每個小孩都愛 三種口味 有哪三種除了櫻桃之外 柳橙 檸檬跟我們的這個櫻桃 柳橙 檸檬 櫻桃 我覺得你真的太厲害了 還有一個喔 還有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維生素礦物質 我們沒有吃到嘛 在這道菜裡面 是 所以我都會給我兒子在餐後 在吃我們的綜合營養膠片 就這個這個這個 綜合營養膠片 對 那裡面有豐富的維生素礦物質 還有植物營養素在裡面 然後味道也小朋友很愛 我可以很輕鬆去平衡 這餐沒有吃足的營養 對 我覺得你值得一個掌聲 我覺得你真的是 太棒了 來 我告訴你還有一個心機 你還有心機 對 你怎麼比我們女人心機還多啊 多嗎 來來來 還有什麼 我告訴你 還有剛剛你們提到我稱之處C對不對 對 還有一個益生菌 C加益生菌 對 益生菌小孩子的消化 都很重要 對 那我們有C跟益生菌 是 而且我們那C跟益生菌呢 除了是很好吃之外 你還可以入菜 那是粉末 然後味道很棒 像這些果汁啊 飲料啊 優格啊 只要冷的 對 就是溫度不要超過 不要過它的核心 對 就可以這樣 所以它不知不覺 就越來越健康了 真的 你端上去好像都跟大家端出來一樣 可是其實你裡面隱藏了很多 爸媽的心機 你的愛 對 蜈蚣啊 吃愛 蜈蚣的愛 我覺得你真的很厲害 小朋友都很喜歡吃零食 但是零食到底能不能吃 什麼零食可以吃呢 我們的晚萍營養食 對 其實我家小朋友也是愛吃零食 小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讓他從小 我們就習慣讓他 就是從幼兒園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準備毛豆當點心 喔毛豆 對 所以他們其實對毛豆這個東西 就是你知道就是帶殼的那個毛豆 對 他們真的蠻愛的 我也很喜歡 只是我的豆我加黑胡椒 就是OK啦 OK啦 隨著長大就是有時候是水煮的 有時候就是帶一點黑胡椒 或是我自己用一下 是調味 是OK的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我吃零食 就是有一個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難免就是 節慶都會有人送我們嘛 那我都會說你一定要吃完飯後 你才能夠吃零食 如果你沒有把正餐吃完 你就沒有零食可以吃 對 制定規矩 對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如果零食的選擇 我們也會比較建議 比如說會帶一些 比較健康的一些元素 好 例如像是有時候 現在有很多的餅乾啊 好 像是鳳梨酥等等這些 它會有什麼紅藝人啊 藜麥啊 那為什麼呢 因為既然都吃點心了 我們稍微吃一些 比較健康的這種 顴骨雜糧 那一樣 他們的纖維含量高 那纖維含量高的時候 一樣對我們的腸道有沒有 就是一樣有幫助這樣子 所以其實小朋友是可以吃零食 只是我們在食材上的選擇 很重要 對 就會希望這個零食 不是吃下去 就是只有怎麼樣 造成負擔 對 然後因為我們這種 顴骨雜糧類的東西 就是維生素B群也有嘛 纖維也多 又有礦物質 可以在吃零食的同時 可以增加一些 比較多的一些營養素這樣子 很重要 但是 蜈蚣 你的小孩都吃什麼零食 我真的很好奇 很好奇對不對 非常 好 我跟你推薦一個 我小孩子超愛吃的 是 就是我們的好骨酥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嗎 對對對 那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它是非油炸 這個好骨酥 剛才營養師有講到說 是 就是不要吃油炸 是非油炸的 而且它額外添加一些營養素 而且這個非常單純 就是它只是像飽冰胖一樣 把它蹦完之後 再加一些怎麼樣 堅果類的 堅果也是很好的 對 然後而且它就很好吃啊 然後小小一顆又很有營養 那我兒子超愛 好 那它吃完之後 我們會養成 讓它養成一個好的生活習慣 我就一定會帶它去刷牙 很重要 這個是一定要的 對 在吃的這個同時 所以其實我們好像就是 對 然後營養成分 我們還是要小心 然後你剛剛有講到刷牙嘛 對 牙膏應該有些特殊口味吧 對 我都會帶我們 水果口味的牙膏 然後帶它去刷牙 然後我兒子也很好玩 他每次刷牙之前 他就說 爸爸 那個你有塗那個草莓口味的嗎 好可愛 小孩是這樣子 因為我現在小朋友也會用一些 就是口腔清潔的漱口水 對 他們也會分口味啊 什麼橘子啊 草莓啊 鳳梨啊這樣 因為有時候太涼了 他們的口腔會比較敏感 會覺得太辣 對 而且跟大家分享喔 現在我們都會說 這個腸道要好聚 他們發現其實蛀牙的人 不分大人小孩 也會影響到腸道的整個消化道的 一個益生菌的狀態喔 是 所以其實說的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那因為剛剛啊 我們還有講到嘛 就是 小朋友成長的速度非常的快 剛剛我們私底下也有在聊天啊 一晃眼我女兒已經七個月了 而且我每 我是每個禮拜 都會量她的身高體重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 我就是一個 妳也太積極了吧 很瘋狂的媽媽 因為我女兒就是像我老公 手長腳長的 對 她就是 她生出來的時候 醫生就說 喔 妳女兒腿比較長一點 我就說 還好 我覺得很開心 這樣 但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 其實 我女兒現在的睡眠 跟她之前比起來 已經減少蠻多 她清醒的時間 越來越長 以前像我還在餵母奶的時候 她就是兩三個小時就會起來一次 對 現在基本上一天 大概可以睡到一半 十二個小時 大家就會分段 對 去睡覺 所以我之前就有聽人家講過說 其實孩子的睡眠很重要 對啊 因為會影響她的發育 跟成長對不對 沒錯 對 就是思佳還蠻認真的 但是每天兩次真的有點誇張了 欸 不是 你知道我們每次 帶他們去做打預防針 因為你知道六個月的時候 有很多預防針要打嗎 然後醫生就會給你看一個圖表 然後他就會說 你的孩子現在在這個標準裡頭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當爸媽 然後他就想贏在起跑點 然後就在那邊看說 我女兒算高了 怎麼也才千百分之多少 那其他人到底都怎麼養 因為你知道你會想要去跟人家 不能說比較啦 我們互相 但是至少希望能夠在正常的範圍內長吧 是 是 所以就想說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指標 聽說孩子一年成長的速度 了解 就是給大家一個概念啦 就是小朋友 就是大概就是一年大概 一定一定要長到四到六公分 一定要 那有時候他會 冬天長慢一點 夏天長快一點 這是真的 他會受到天氣影響 是 但是大家記得就是四到六公分 好 這是一個一定要有的速度 那再接下來就是 剛才你說的睡眠這件事情 睡眠很重要 對啊 你家小朋友多大 七個月 七個月好 那我們在這七個月的時候 小朋友大概要睡到 就是十二到十五個小時 有 十二小時 打標 對對對 那你家小朋友多大 兩歲十個月 兩歲十個月 大概就是十一到十四個小時 OK 勉強打標 男生是不是都比較沒有要睡覺 對啊他不太愛睡 對不對 小孩子好像 然後睡越短 對 而且其實他們都說 就是要睡覺 除了時間 這個長度之外 還有跟你什麼時候去睡覺很重要 對 因為我們晚上 就是你那個生長激素 他會在晚上才會出來 所以會建議 十點一定要上床睡覺 小朋友嗎 對 小朋友 對 其實你們現在小朋友應該還好 大部分會遇到長高的問題 這件事情 睡眠 往往都會遇到 就是小學三年級以後的小朋友 對 因為他們現在 開始功課量啊 補習等等就會越來越多 沒錯 所以他們睡眠的時間 就會越來越減少 所以其實父母如果擔心兒童的 這個長高啊 生長發育這一塊 好 四到六個小時 還有睡眠 其實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活動量 活動量在北部其實真的有點難 一天要一個小時 對 真的有點困難 你說戶外的活動量還是 不用戶外 他只要願意蹦蹦跳跳都可以 對 那像你們的小朋友比較小 所以就是比如說他走走路有沒有 爬一爬 都算都算 對 他可以在我身上一直彈跳 他會這樣啊 然後這樣跳 跳一整天 對 那個就是他的運動 這就是他的運動 所以我不能阻止他對不對 不能阻止他 那就是他的運動時間 OK 所以他要跳多久 就是他就是 所以其實放電 對 沒錯 就是醫生這樣的放電嘛 像我們家那個小朋友小的時候啊 他都會爬在那個沙發你知道 就是爬上去 爬下來爬上去 你知道我們空間小沒有地方運動 那個就是他的活動量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越大以後 因為其實你知道 現在小朋友的體育課也才40分鐘 是 一個禮拜只上兩堂 其實真的是不夠 完全不夠的 所以一天至少要一個小時 讓他實際就是 釋放他的精力 對 這樣子其實晚上也會比較好說一點 沒錯 對 什麼樣的運動都可以這樣子 所以其實 營養均衡 當然也會很重要 因為剛剛我們前面就有講嘛 澱粉啊 蛋白質啊 這一些 可是我們要適當的去補充它 不可以說在錯誤的時間 補充對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你還有一道很厲害 我一直在看 我不敢相信這是你做的 真的嗎 No way impossible 你是說這一道嗎 對 這一道明明就是在外面買來的呀 真的齁 這餅皮就是現成的啊 真的是我做的啦 這餅皮是你做的 真的 這用什麼做的啊 對啊 這怎麼弄啊 這個稍微久一點大概 大概可能二十幾分鐘 三十分鐘 不用烤箱啊 柳席的草莓 現在草莓劑啊 對啊 這個叫做優蛋白草莓卡士達娃娃 卡士達是不是犯規 卡士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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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用我們草莓口味的優蛋白 取代了很多裡面的糖分 哦 所以你的名稱 還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卡士達 但是裡頭心機很多 又來了 對 你根本狸貓換太子嘛 對啊 因為你是點心 都是我都講的 就是空熱量嘛 是 那如果加一些蛋白質去 去幫助它這個成長 成長高也是需要很多蛋白 因為你之前直播有什麼 彩虹鬆餅嘛 對 蘋果蛋糕嘛 沒有錯 聽起來都是小孩子最喜歡的東西啊 對 所以你就這樣 我就在這些點心裡面 就會加入這個優蛋白的元素 是 所以融入進去它也吃不出來 沒錯 但是就吃進營養 蛋白質的確是很重要 幫助生長發育 感覺又真的有吃到甜點 對 但是營養又沒有大折 對 而且蛋白質也是我們肌肉生長合成 很重要的一個營養素 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是在講營養這件事情 對 然後講食材這件事情 可是必須要講的就是說 隨著孩子越來越大 小朋友 像我女兒現在就會被這個聲光效果吸引 譬如說我在看電視的時候 她就會一直想要偷看 我在用手機的時候 她就會想要搶我的手機 她覺得任何會發亮的東西都很好奇 真的 我自己是 對不對 而且我發現很多人都用iPad在育兒 真的 那種餐廳小孩很常 去看iPad去看iPad iPad一拿出來一放的時候 然後小孩就靜悄悄 好安靜 沒錯 可是請問一下 這個視力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有上網看過 1歲之前 是千萬不可以 使用3C產品對不對 對 不是不只1歲 是2歲之前都不建議 2歲之前 完全不建議 現代人怎麼可能 你走到哪都有電視啊 他可以看電視 因為電視其實有一個距離 你知道嗎 所以手機是不建議的 因為手機其實距離要這麼遠 請問一下 你怎麼可能拿手機 老花啊 老花就可以這麼遠 因為你要拿著這樣子很重 那小朋友也不太可能 對 除非我們就架在前面 所以重點其實是 3C產品裡頭 其實距離的問題 電視最能克服 可是手機很難克服 還有iPad其實也很難 因為你就在餐廳 就是放在它的面前 沒錯 那你就想 你看喔 你對著太陽有沒有 那個光你會不會覺得很不舒服 那那些的藍光 就不斷地照射孩子 那我們比如說 大家有吃過那個煎蛋對不對 你一定有煎過蛋嘛 那你看那個白蛋的那個顏色 是不是透明顏色 是 不斷地藍光照照照照照照照 照久了後 它就變白色 你就想像你的眼睛 天啊 就是這樣子 對 你小朋友那麼可憐 你怎麼 我們一定 就是我是個比較嚴格的媽媽啦 就是那個小朋友小的時候啊 那個手機就是通通都熟起來 他們到現在國中國一嘛 他就說媽媽 我們全班都有人幾乎都有手機 只有我沒有 對 你是為了他好啊 因為如果小時候就開始進視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幾個很重要的因素 讓小朋友可以不要有提早進視這個問題 對不對 因為我自己知道是黑暗中不要看 因為其實大人也是一樣 對 可能會有一些就是角膜的一些問題出現 所以黑暗中不要看 然後還有剛剛你講的這個距離的這件事 有沒有什麼食材或營養素 是我們可以去補充的 很重要的一個營養素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蔬菜類 其實真的是很重要是保護眼睛的 那包含了像我們說的深綠色的蔬菜 地瓜葉啊 波菜啊 或者像是大家有聽過那個金斬花 或者是像黑醋莉 蔓越 歐越莓 這些其實它都是很重要的一些 保護眼睛的一些營養素這樣子 除了這些營養素之外呢 小孩子還有一個最大的克服難關 尤其在他們上課之後 專注力 對 Focus 小孩好容易被其他東西給影響 對 對 沒錯 炒來炒去的 然後沒有辦法專心好好做 連吃飯都沒辦法 專心 沒錯 所以現在我們就會對於 像這個Omega-3的東西啊 就是包含了像DHA 這些其實都會跟兒童的學習力 非常的重要 那在食物裡頭 哪裡會有呢 比如說像是秋島嶼啊 鮭魚啊 青魚啊 這些的海鮮類的魚 含量都會非常的豐富這樣子 所以大家有沒有好好的聽清楚 剛剛我們有分享了很多的這個 療育套餐 各位爸媽們 你是不是就覺得 連學習力的提升 其實也有特定的營養素啊 可以來好好的幫大家來補充 有些爸媽會是補遺憾嘛 但我們是用愛 重新讓自己的人生可以再圓滿一次 所以今天的節目內容充滿了愛 大聲提醒一下 我們今天特會開檔的第一天 只要購買本次的主題選品 滿額的話就會送我們的獨家贈品 還可以抽美國戶外潮牌 PO了超過價值38000元的豪華露營裝備 所以我們下一集的春遊好時光要來聊 怎麼樣帶孩子們去露營這個大陣仗 真的有可能可以辦到嗎 那我們也謝謝今天的這個婉萍營養師 還有我們的吳宮吳宗錦爸爸 然後給我們真的非常 讓我這個新手媽媽學到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也感謝你們兩位無私的分享 我們的春遊好時光我們下週見囉 掰掰 掰掰 春遊好時光 春遊比如說 快樂 不理想要不理想要不理想要不理想 轉秀 早走 群暴遊氣 玩 寶藏在這裡 寶藏我有四個竹子 你看看大 runner 22竹ίας 有 十 哇 準備 漂亮 我會拍照 耶 嗨 所有好吃瓜 大吃瓜 不想補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